兩岸之間原來 直飛的航班很多了 台灣有10個航點 大陸有61個航點 所以其實蠻快的來往 那之後因為疫情等等 現在我們只剩下4個航點 只剩下上海 廈門 成都跟北京 只有4個航點 所以很麻煩 原來有疫情也就算了 因為大家來往你要關我 我要關你 來來去回回 關一個月 所以來往其實人不多 所以很多人被處擠的這個原因 但最近因為台灣疫情減緩 大陸疫情也減緩 春節以後 我原來預判 大陸春節過兩個月會下來 可是現在看起來已經下來了 所以非常快 百分八九十都染疫了 他們速度非常快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在想說盤班要不要增加 但是之前講出來的是說 台灣怪大陸 都是他限制 大陸怪台灣 是台灣限制 好 現在國泰辦說 會趕快希望恢復 至少先恢復16個航點 原來60億 現在恢復16個航點 國泰辦說他們已經做好 準備了 趕快恢復 陸委會說 會洽民航局進一步了解 到底怎麼回事 民航局又說 我們剛收到消息 我們要在討論當中 所以中文時報社會就講說 旅遊商機也滿重要的 像泰國什麼都歡迎等等 大陸旅客是不是趕快開放 大家在等 另外交通部的次長說 他們也歡迎觀光客來 但是要尊重國安會跟陸委會的權責 到底誰在管 我們看一下 祝福兩岸和平穩定 台灣經濟在創高峰 乾杯 回三年到台商春節聯益會 規復舉行現場組 虛襲台商反應熱烈 總統親自支持團拜 更當著上百台商的面上大陸喊話 過去三年多來 疫情為世界帶來了許多的改變 我們關關難過 關關過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是兩岸共同的責任 國防溝通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 在理性平等以及相互尊重下 我們願意和北京當局展開對話 一起尋求雙方可接受 而且促進區域和平 及穩定的可行之道 尤其到了恢復金九 以及63家台灣食品企業 更新註冊資訊 等於是正式解禁 也讓台商更期待 兩岸渴望春暖化開 受到疫情影響的 不止聯益會規模 還有兩岸航線 目前直飛航線只剩 北京 上海 廈門 成都四個航點 但國台辦致函 希望恢復正常運作 並優先考慮 台商較集中的廣州等 16個兩岸直航航點 民航局證實已經收到相關訊息 目前正在討論中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 竹鳳蓮則呼籲兩岸相向而行 官方態度仍然沒有鬆綁 兩岸想容兵恐怕得再等等 交通部也說了 他們預期今年有600萬觀光客到台灣來 其中陸客佔100萬 之前最多的時候 台灣一年有1000萬 1200萬來 陸客將近300萬 來 江東怎麼看 最高的是陸客還不止300萬 但是蔡英文今天講話是重要 這個場子已經三年沒有辦 他今天釋放出來的調子 跟最近北京包括了 包括如果 如果注意到宋濤在前兩天到了廈門 到廈門他不只見陳玉珍 見陳富海也見了 見了這個洪秀柱 見了誰其實不是重點 而是宋濤他為什麼不是在北京見他們 而是特別到廈門 而宋濤所釋放出來的訊息 跟即將要展開的三月的大陸的兩會 他似乎在鋪成一個大陸主動的 開始釋放出要在今年之內 尋求跟台灣軍事上面可能會持續的緊張 因為你看到的解放軍的軍機 過線的情況大概不會改變 我甚至認為他會常態化 甚至於如果麥卡錫來了 可能會更激化 可是政治上面的對話會開始 而且已經準備了 他都已經把王滬寧放到政協 他都已經把他的第一次 把統戰部的部長 以及國台辦的主任都放進了政協當副主席 你看到習近平的自己領導王滬寧 王滬寧領導的統戰部跟國台辦 這種的組合是中共黨史上面沒有過的 這種的組合就是今年我習近平親自帶隊 接下去了我的第三任期處理台灣國關係 會不會先禮後兵 我不知道 兵在後頭 可是最少現在擺出來的是一個軟姿態 包括剛提到的 大陸方面主動的釋出 增加16個航點吧 方便一下台商 你要知道這16個航點跟陸客是沒有關係 現在會用到兩岸之間的航運的全部都是台灣人 他是在幫台商講話 他不是在幫陸客講話 幫台商講話說開16個航點吧 讓台灣人往來的方便一點 這跟過年前的時候 他主動的說希望春節之前趕快開放小山東 台灣只開放5%只有金門可以 那他現在說那你就開的更大一點吧 今天在陸委會辦的這個活動裡面 不只是剛剛蔡英文 你大概很多年沒有聽過蔡英文講這種話了 蔡英文今天所釋放出來的是一個準備要開門 準備要跟大陸開始展開某種對話的一個態度 只有他媽不 你再回頭去看看今天邱泰山的講話 邱泰山的講話已經都在回應 兩岸之間回航的航直航 如何能夠有序開放 因此今年在開春之後 在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大敗了之後 抗中保台牌不靈了之後 尤其在去年的11月14號 我們看到了習拜會 美國重新調整的戰略設定 壓抑了台灣的政治表達之後 台灣的民進黨政府 如果2024年還想要有一點點的贏的機會 這個路線勢必是要調整的 蔡英文已經開始了 我覺得還不錯 比我預期中來講的要軟掉 而且要聰明 那在這樣的一個調子下面 我們剛剛講到的 那麥卡錫會來嗎 我不知道蕭美琴今天去哪裡 老實講能夠讓麥卡錫不來的 只有一個人就是蔡英文 你千萬不要指望拜拜登去擋 他不可能的 美國的政治制度 行政部門 不管我多不爽 我是不會去擋一個呢 堅持要到某個地方的國會議長 他是三權分立 麥卡錫會說主動說我不來嗎 不會的 麥卡錫現在弱勢的不得了 美國的政客只有一個原則 燈光在哪裡他就去哪裡 全世界今天燈光都在打在台灣身上 他不來嗎 來不管怎麼來他都是賺的 台灣會賠賠多少不是他們在在乎的 因此唯一能夠擋住他的 難道是北京嗎 更不可能 能夠讓麥卡錫不來的只有一個人 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要不要讓麥卡錫來或者是不來 蔡英文決定 終究美國今天 我們在看美國的時候只有一個大思考 蔡英文剛剛談到了和平 大家都在談和平 美國今天非常希望 就像史托騰伯格到亞洲一樣 不要把他想的太好心 不管他政治背景是什麼 他叫做北約秘書長 我剛講過G7沒有什麼了不起 G7全部都是美國的軍事同盟 那7個國家你以為是他經濟實力很大 他很愛和不是 7個全部都是美國的軍事同盟 G7是一個軍事同盟體系 史托騰伯格這次到亞洲 跟奧斯汀去韓國跟跟了菲律拼 調子是一樣的 繼續把他的軍事同盟鞏固 讓大家每個人都跟我綁在一輛的戰車上面 這是他想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只有一個原因 我們今天在台灣或過去 或許像我們這些世代來講 都覺得我們過去日子過得不錯啊 你為什麼覺得日子過得不錯 全世界人像台灣 像亞洲地區有這種覺得 我們這兩個世代過得不錯的感覺 我告訴你只有亞洲 因為亞洲四十幾年沒有戰爭了 亞洲有四十幾年沒有戰爭這件事情 美國傷害非常大 歐洲看到連續三場戰爭都在歐洲打 亞洲為什麼沒有戰的戰爭呢 在亞洲搞場戰爭把亞洲給搞爛 是美國的核心企圖 這個是我的想法 但是我估計一定對 來 俊兄 因為兩岸慢慢多點的開放 這個是未來也必然 但是我們當然必須要做一些 適度的一個防疫 因為現在中國的疫情狀況如何 我們當然 因為台灣現在更進步要來開放了 你看現在連口罩 我們在旁邊都沒有帶 所以中國目前的疫情狀況 當然會在未來開放的時候 適當的防疫措施 我認為這個是必要先入考量 但是未來更廣泛的開放 這個也是必然 剛剛香港提到了過去 其實兩岸之間 每年那麼多的陸客來台觀光 一夜之間不見了 不是台灣不歡迎他們來 我認為是中國政策的一個改變 習近平因為他跟美國的關係搞壞了 你看看以前跟美國的關係 你在胡錦濤時代會這樣嗎 你在江澤民時代會這樣嗎 所以當習近平採用戰狼外交 各位可以看見 不是兩岸關係受影響 中國跟日本 韓國 歐洲 跟東南亞各國 關係都搞爛了 你看菲律賓從來不花錢 在國防預算 他光F16他會買20幾億 馬來西亞也是 印度也是 日本過去他的 沒有成文的規定 就是他的國防預算 不是要過他的GDP的 生產蠻有的1% 現在日本現在要增加到2% 等國防預算增加一倍 那是不是整個亞洲都在 都在那種軍備競賽 這種風格我們當然也不願意 但這是台灣造成的嗎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兩岸政政是 台灣偏偏搞壞的 國際壓力會在台灣身上 民進黨上一次執政 也很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如果兩岸關係亂壞了 是整個國際大局勢的一部分 當然國際會選擇支持台灣 因為大陸為了對抗美國 他能拿台灣出計 這個我們當然也必須要小心 只不過如果兩岸之間有任何 尤其像我們過去那種所謂的觀光 各式那種民間的交流 我認為這是一個正面的一個發展 我們也樂見 只是希望習近平也要考量到 在你過去執政這幾年 你這樣的一個政策 讓大陸跟全世界 幾乎形成敵對狀態 美國剛剛提到麥卡錫 麥卡錫當議長投票投了15次 但麥卡錫上任以後 他成立一個什麼 美國對大陸的戰略委員會 眾議院是365票對65票 壓倒性能就通過了 也就是說美國 其實兩黨的對抗分裂 比台灣還嚴重 但是就對抗大陸這個部分 現在卻形成美國兩黨的 最大共識 所以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子 我認為習近平的政策路線 恐怕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最早兩岸是大陸先停 對台灣的自由行 然後台灣後來疫情 把大陸的團客也通通取消了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現在既然大陸已經提出 他開了16個航點 我想台灣應該趕快 今天蔡英文講這個話 趕快讓台商方便 現在不是對路 可是對台商 今天本來王畢生還沒有宣布 取消口罩的計畫 就沒有宣布 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是說 現在因為天冷了 所以新選管極命 可以把病房都佔滿 所以醫院沒有病房 特別緊急的病房 所以這裡要提醒觀眾小心 早晚溫差還是很大 第二個還要協調各部會 包括教育部 什麼學校放寒假開學等 第三個 最近疫情有連起來 所以什麼時候能夠取消 很多地方戴口罩 目前還在觀望 所以今天這麼多人 都會想叫做 小管理士 很多人 都會想要 早點 早點